身心祖师大德的解释 好善好德 很多解释不一样 初学的人不好懂 所以我们就选择无量受尽的禁忌 清净平等求 这就是身心 这个好懂吗 在经上解释的很清楚 自受用 至尘心自受用 就是清净 就是平等 就是绝而不明 那还有他说 至尘心对别人 对别人是大慈大悲 对自己是清净平等求 以这个心念佛 毫无陈律 这万云放下 这四个字就是万云放下 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真像般若经上所说的 明了一切法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既然不可得了 把这所有顾虑全放下 不再去想它了 尘就是六尘 就是讲世间 对世间什么顾虑都没有了 这叫静念相机 用这个心念佛 一句一句切除 终无间断 不间断 一句话好念到底 暗和道庙 这句话重要 道 佛道 道里面的精妙 是法身大肆 他们真的 我们是中下根性的普通人 佛教给我们 至诚念佛 用至诚心去念佛 至诚是真心 没有 杂念 成日就是杂念 没有妄想 金念相机 中五间断 这个五间断 我们应该说 第一线老后尚 教古鲁江的方法 古鲁江一点压力都没有 他教他 你就念这句阿弥陀佛 念累了 你就休息 休息好了就接着念 他真做到了 不分主意 你的工作就是念佛 除了念佛之外 没有你的事情 所以念累了休息 休息好了 接着就念 日夜不间断 三年成就了 欲知识知 站着往生 往生之后 还站了三天 等老和尚 替他办护士 站着往生 不稀奇 死了以后 站三天 没有停射第二个 那个时候 就是他住的这个小庙 离关中寺 很远 没有交通工具 都是走路 不行 走到观中寺 要一天的时间 观中寺 走回来的时候 又是一天 往返 整整两天 所以 老和尚 原来替他办护士 是第三天了 站了三天了 这个事情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么 咕噜酱 这个至尘念佛了 就是安活道明